瓜富香马佛部落推动农村再生、再现农产业风华 尤其近年来在水宝局的辅导之下 导入礼山倡议概念 运用在地的资源作为社区经济来源 维持人与环境共生共存的平衡 也以蝙蝠生态导览、讨销工艺发展出地方特色 吸引了很多青年返乡重农也投入了农村创生 究竟挖来的黏土、打碎、过滤杂质 再运用三座高低插水池沉淀分类 接着由陶土工艺师傅带领大家体验捏陶制陶的乐趣 这是马佛部落推广当地陶土文化特色产业 很轻松就可以达到按摩的效果 可以试试看 按机的虎口线 是不是感觉力量很大 瓜富香马佛社区从民国97年 积极参与农村再生培根计划 也在101年完成了社区再造 枪化社区软硬体设施 从环境改善产业活化到文化保存 生态保育等面向来发展 也打造出了马佛社区的特色 这里的话 其实跟社区结合 这个本来就是协会成立的目的 大家互相做结合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一定就是把我们的陶艺品 结合我们在地的农产品一起做销售 所以我们有味噌翁也有米翁这一些 包含我们的食材 我们都是用在地的 在水宝局花林分局长期辅导协助下 马佛社区以蝙蝠生态 与友善环境导览 桃梢工艺的创作 发展社区有福桃花园的特色 透过了体验油城推动社区流产业 十年油城也创造地方产业 吸引了多位青年返乡从农 投入社区农村再生与创生 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福岛上的单位也高度肯定 那我们希望是说 我们站在协助的立场 让我们的农村社区都是充满着活力 他们可以去照顾他们社区的老人家 那尤其现在我们也会在讲到绿色照顾 他们这里也会有伴有这个绿色照顾 那我们希望是说 我们的社区都是活泼的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社区生活的很好 马佛社区推动农村再生十年油城 今天特别举行了马佛有福桃花园成果 发表会和水宝局分享他们的成果 未来总干事张秀珍表示 和布洛巴妈在地小农紧密结合 互助合作 规划马佛幸福餐宴 桃土体验 以及蝙蝠生态环境导览解说的体验油城 让更多游客民众来马佛桃花园来做客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